4月23日晚,江一燕在微博晒出在四川西北部之教的美照并配文,有故事的女同学不需要皮图。 照片中,江一燕与学生们在一起笑容灿烂,站在希望小学的门口宛如一名大学生,还有戴着红领巾在校园的操场上留影。 提到江一燕,很多人都是通过影视剧认识到她,但如若纵观江一燕的影视作品,不能发现她并不执着于要大红大紫, 相反却偏爱一些有性格有质感的角色。 大多数人对于艺人江一燕的印象仍停留在女演员、音乐创作人上。 看过朗读者节目后,大家又对她多了一个标签,山区支架老师。 2007年去广西,八马县的小盖牙村拍戏,让江一燕多了一重身份,小江老师。 她说,当我走出大山,不停会去想,这些留守在大山里的孩子没有亲人在身边,他们更多需要的是物质还是精神。 物质能给这些孩子们带来持续的快乐和满足感吗? 我们离开后,他们怎么办?这样就开始慢慢的每年回去。